我觉得人类是真的有点奇怪 手机是越做越大 电脑呢却是越做越小 以前手机基本上都是3英寸4英寸 现在呢都是奔着6英寸7英寸去了 而以前的电脑个个都是傻大黑搓 但现在我手里的这个却仅仅只有7英寸 也没有比现在主流的6.67英寸的安卓手机大多少了 这么一个小小的掌机 竟然也能高征唱完电气游戏 或者30帧以上唱完三夜大作 对于我这样一个小而美的信徒来说 真的是毫无抵抗力 它就是GPT的全新掌机 GPT Win Mini 那么这个小家伙是不是真的小小的也很可爱呢 我是不要看那些惨客的如舟 这期视频给你答案 其实其他很多掌机区的UP主 他们8月份就发了GPT Win Mini的评测 但是我手里这个和他们是不一样的 因为他们首发的内侧版本为了质感 采用了全金属的机身 但这其实是一个设计上的灾难 会导致你玩一会以后 整个金属机身就烫得没有办法握持了 所以在后面的正式版产品中 全部换成了隔热性的更好的材质 而且质感也还是挺不错的 对于我来说真的是爱不失手 它的A面依旧是GPT的家族式设计 棕色混合了枪灰色 B面则是一块1920x1080 120Hz的7英寸屏幕 这么小的尺寸 其实1080p也很清晰了 还增加了刷新率 在电竞游戏中能有不错的发挥 C面的上面是手柄和触控板 触控板的面积非常小 基本上只能起到一个应急的作用 平时尽量还是用触控 旁边的摇杆和按键手感是挺不错 下方有块键盘 但这个键盘和以前那种诺基亚的按键机是一个手感 可以说就是没有手感 基本上你只能让它来输入账号密码 想要拿它做什么生产力 或者经常拿它打游戏 那是很折磨的 最后看到地面 就是一块纯屏的盖板 默认状态下手感其实很糟糕的 完全不像一个掌机 但是GPT还附送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配件 就是这个握持手把 装上它以后手感顺先发生了质变 不仅明显又于其他家的Winds掌机 甚至可以和一些正经的手柄媲美了 我的建议是如果你买Win Mini是为了打游戏 那么这个手柄装上去就不要拆下来了 如果你是拿它外接显示器当明节主机用的话 那么就不要装这个手柄了 因为装了以后可能会导致在桌面上放不稳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接口 作为一个尺寸这么小的主机 它的接口肯定是做不到像以前Win Max 2那样 丰富到离谱的程度了 但是和其他Windows掌机普遍只搭载两个C口相比 它其实也算是很丰富了 它拥有一个全功能的Type-C接口和一个USB-C接口 一个TF卡插槽 还有一个OQ-Link接口 这个OQ-Link接口可以搭配显卡拓展物使用 实现比USB-4更高的带宽和更小的性能损失 这个后面我们也会详细测试 当然了 作为一台Windows掌机 最重要的还是它的硬件配置 我手上这个是高配版 搭载的是AMD一代神优 7840U加32G加2T 官方自载的硬盘是西数的SN740 也是一块非常好的2230固态 所以说我是建议大家直接买32加2T 或者64加2T版本一步到位 你后续自己想要升级的话 其实也没有什么升级空间了 当然了 我知道大家最关心的肯定还是 这么小的东西 它的性能释放能压得住吗 会不会太烫啊 经过我的实测 它的功耗被最高限制在了20W 此时我进行15分钟的单烤FPU CPU最高温度只有69度 可以说这个散热模组压7840U 其实还是有一定冗余空间的 我觉得最高可以释放到28W 但是限制这台机子性能释放的 并不是CPU温度 而是它的机身温度 在更换了新的隔热材料以后 现在烤机过程中 机身温度就只有30多度了 握室手感非常出色 但是它的摇杆和触控板这些位置 没有办法更换整个的材料 所以它的温度还是有点高了 可以达到40度到50度 这对于一款这样需要握着玩的掌机来说 压力还是很大的 所以我个人见识就按照官方设定的来 在插电的状态下 一般就是放在桌子上玩嘛 这种时候就可以让它跑满20W 然后在断电的情况下 默认的设定是12W 这个12W的情况下 表感和触控板就不会烫了 至于7840U在20W下的性能是怎么样的呢 可以说单核性能是没有受到太大影响的 多核性能 它大概相当于上一代满血的6800U的水平 其实也是依然很不错的 我这边做了一张表格 大家参考一下 那么这颗20W的7840U 能玩什么样的游戏呢 我也做了一张表格 这些游戏我都开到1080P低画质 有FSR就开到质量档 实测下来 大部分的电竞游戏 都是可以跑满这块120Hz的电竞屏的 而3A大作 基本上就在30-60帧之间波动 为了实际游戏的稳定性和续航 我建议大家 3A大作就锁30帧游玩 你就当它是个Switch嘛 当然了 以上这些还只是开胃小菜 前面我有说过 它背后有一个神秘的OQ-Link接口 我之前也做过一期视频 介绍过GPD他们的这个G1显卡物 内置了一张7600MXT独显 拥有介于4050-4060之间的性能 此外它还有USB-4接口 可以给其他支持USB-4和004类笔记本扩展 如果把这两个接口 全部插到Win Mini上的话 那么就可以时间扩展显卡 再扩展USB接口 那我们接下来就把它插上去 然后再测一遍游戏 电竞游戏因为受限于CPU 性能提升其实并不是很明显 但是3A大作之前因为核显性能 只能跑到30几帧 现在基本上都能跑到60帧以上 有的游戏算是可以跑到100帧左右 当然了 这些都是在低画质下测出来的 实际游戏我觉得不如调高分辨率 调高画质 然后锁60帧 这样才能够感受到3A大作的魅力 从我们上面的测试中也能看出来 Win Mini这款掌机独特的定位了 当它作为一款便携掌机的时候 它是真的很便携 甚至可以轻松塞进裤兜里 在坐地铁的时候 可以顺手拿出来 就可以直接开始玩一些比较轻度的游戏 像Party Animal啊 Hardis啊 潜水月戴夫啊这些 而在到家以后 可以插上显卡拓展物 再加上一个大拼显示器 变成一台能够百帧插完电机游戏 60帧插完3A大作的迷你主机 反正我做完这些视频以后 就准备把我的Win Max 2卖掉了 不是因为Win Max 2不好 而是我真的对Win Mini这种 小小的很可爱的东西 真的完全没有抵抗力 OK 那我们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觉得对你的选购有帮助的话 就上个个赞吧 我是不想看那些产品如舟 希望能在下期视频里 云霄哟 拜拜